早安 大家好 各位 第三天 最后这个全天 我们明天下午的机会离开 我们今天去罗卡角 我们行了一个比较奇 比较不同的行程 我们打算跟断 是那些私人断 我试了 结果结果跟大家报告 这里就是我们airbnb的入口 在这个大的斜坡行道上去那边 我选择这个airbnb是特意近那个timeout market 行过去就是在这个路口行过去 四分钟就到了 那就很方便 我现在就来楼下这里 帮弟弟们买点东西吃 那我就在路里吃 这附近也很方便吃 李斯本文家真的是吃海鲜自由 接着叫车有自由 叫车我们20分钟 纽约起码都十几元 但是在这一边 五元以下 其实很开心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去哪里 我们都是搭那个boat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没有说这个单词 正在去的路上 四十几元中的路程 好美啊 没什么风真漂亮 天空啊 来西洋啊各位 哇这个位置 南岛好像不同世界一样 我现在看到人家在这里 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应该是给他们十个赞 因为我没有圆圆的 我要来到这个圆城 因为又大风 大风 完全又要舞乱 完全 做不出那种漂亮的照片 那种感觉 但是这里是真的漂亮的 好大风 好冷啊 大家一定要带帽 带鱼蛹过来 天啊 很美了 然后记住相机是完全突然 出不漂亮 看了石头 多美啊 然后我们现在走到这边看看 Oh my goodness 太美了吧 看在这 天啊 好 这边还是很大风 收不到音 那这里呢 就是导游带我们通过 登离登塔很近的一条小路 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 罗卡角和沿岸的沙滩 我们从小红雪看 都不是确定 但是订阅他们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他们可以带我们走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 当地人才比较熟悉的地方 继续走 我继续走 我继续走 然后有一条野路 这样走下去 这个位置 就另一个角度看的灯塔 尤其像前 好多人带狗仔来爬山 哇 明显听到的声音 哇 其实我们正在走 真的为了走 真的 如果日落是很漂亮的 整件事 旋版 哇 好厉害 下一个点 我们开了来的沙滩 我们看到 看到 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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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0.1 我们看到 游一次 距离 开头 开头 我们随便在附近找了食物 吃完饭我们来到了悬崖小镇 来拍这一场景 等等微博 来拍这里 漂亮吗 这里应该是酒店 有这些色 还有这个颜岩 加海 这里多漂亮 原来那里有一间餐厅叫玄崖餐厅 不过很难订位 我们听到导游说不是很好吃 不过景色很漂亮 如果你们订位也可以去 或者喝杯咖啡也可以 日落应该更漂亮 到此一游 未来吗 我们再走上去看看 我看到路边很多人停车过来 还有我刚常塗来看看对 Cul水 找인找电子 其实你也可以来的 我放定位在透ا面 如果你有时间都可以来看一看 我们做工历时就发现很多罗卡国的行程都是罗卡国去到参加拉 然后去拿工 我们就对城堡那一类就没有那么兴趣 反而就是对这个越南小镇就觉得它很漂亮 那来到就真的发现没有失望 真的很漂亮 所以就很推荐你来 其实一个免费的行程又那么漂亮 很难看住吧 就是这个地方了 人家的餐厅内部 你还可以走到这里 等一下我们拍到这个泳池 看看 哇 好近啊 我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宝宝 我们刚才在上面这里 现在我们下到楼下这个位置 最后一站了 其实已经有点累了 今天从早上9点玩到现在4-5点 幸好有人车出车入 你们真的有得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来这个 叫做地獄子 大地地獄子口 在这里探琴 很棒 我们就去看这个地獄子口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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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们罗卡角这边 一日之旅的视频 我们就在这里 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 總體來說 需不需要花300元去請一個私人的導遊 或者包車 看你自己的 我們是因為我們覺得好處是省心機 不需要自己去行程 不需要一個點去到一個點 又要去叫車 加上他的確帶了我們去幾個我們不知道的地方 還有在小紅書或者在做很多攻略 你都未必知道的地方 我們的體驗是不錯的 如果大家想要他的資料可以在下面留言 羅卡國一日之旅 就在這裡結束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視頻 Bye Bye 導遊說這個地獄之眼附近 全部都是心宅 蠔宅 韓鴻生 都是在這裡住的第一個老婆 麥當勞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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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無法遇到他了 大家聽聽聽吧 很lude 叔叔 請喝酒 fluorescent 是 功夫 請喝彩 洗 很多 packed 我們 買